8月是9月凌晨,C罗在尤文图斯,迎来了自己的一家首秀。 本场比赛C罗完成八次射门,并没有取得进球,但尤文图斯凭借着贝尔纳戴斯基在比赛第93分钟的进球绝杀对手。 在本场比赛结束后的第二天,C罗就在INF上分享了自己在健身房训练的照片,并用意大利在下帮助所有本次终日快乐。 可见C罗来到意大利后不仅继续保持着勤奔的工作态度,同时还入乡随俗,很快融入到了意大利的生活中,据意大利保战统计。 本场比赛C罗出球57次,送出30奖传球,传球成功率高达90%。